真的 我之前的朋友都有来询问说 诶 那个傅珍宁代言的那个手表 对 就是好好看喔 可不可以有打折 可不可以怎么 就是大家都好喜欢 真的 而且其实在这一次的广告 我觉得又更美 因为里面有好多不一样的造型 你看包含了像是有比较女神风格的 或是像你今天这一套中性感觉的 那你自己觉得说在手表的搭配方面 因为你看到在广告里面有非常不同的造型 就是要呈现的女生非常自信的一面 那你觉得私底下如果今天要搭配手表的话 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吗 呃 私底下其实因为我自己是代言人的关系 我有好几款可以挑选 但是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我自己是建议至少有一两种可以做选择 跟服装上的变换 因为可能自己平常的造型比较多别 可能有长裙 有短的洋装 甚至像今天这样子比较帅心一点 中心一点的裤装 所以需要不同的表面的大小 或者是不同的感觉 像是你手上这一款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大表面然后里面有三环设计 对我觉得有一点帅气 平常穿T恤牛仔裤的时候 让我给人家感觉比较纤细 但是戴上这样子粗犷一点点中心的表格 我觉得是呈现出时尚有个性的感觉 而且它是整个肤色镜面感觉上就非常好搭配 好搭配 就是搭黑的也好 搭裤的搭粉色的上衣 其实都很对 那我自己戴上这个表 在那些广告片的时候 我就已经一直赞叹 我说这表面太好看了吧 真的 因为它有一点淡淡的玫瑰肌 我觉得偏上东方人的肤色 让我的皮肤更显白 对 对然后它的大小也很适中 而且人家说今年的这个搭配 时尚搭配的幸运色 还有最时尚颜色就是玫瑰肌 没错 我觉得玫瑰肌真的是 亚洲女生很好的选择 是